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觉得非常奇怪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无论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 你是法轮功的也好 也是什么伊斯兰教 天主教 佛教都可以 你如果说从政治来说 这个理想跟我一样的 你觉得民主 法治 言论自由都很重要的话呢 那就挺好的 但是这个说明我要支持你的宗教信仰吗 不会吧 就是我觉得这个逻辑不成立 我也不会觉得 因为你从政治上想的跟我差不多 所以说你必须得支持我的天主教 对不对 然后我在生活中碰到法轮功的 也是在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城市 比如说香港 我是06年去的香港 那个时候在马路上看到的一些法轮功呢 在那游行 这个中国共产党不是有一个口号叫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吗 当时那些法轮功呢 他们把它改了 说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我觉得非常奇怪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的那些口号 我们都已经习惯了 就是我们觉得他们一直把自己说的太棒了 然后就是非常那种二 然后我就觉得从这些口号来说 共产党真的是没救了 对吧 然后你作为反对他们的 你应该属于自由派对吧 你玩的口号其实差不多 就是人家说啊我太棒了 然后你的口号是你太烂了 其实我觉得我们我们能不能就事论事 就是这个共产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组织 对吧 有八千万个 我说过恩多变 它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组织 如果说党里面的那些现实派 那些自由派 或者是或许有一些民主派 如果他们影响力能大一点的话呢 我们能支持他们的话呢 说不定这个中国大陆还有救了 但是如果说我们就骂他们说 整个共产党都不行了 然后必须得倒 我个人哈 我觉得你这样说 其实也不是特别符合这个自由派 对吧 然后呢 我在慕尼黑也看到过这个法轮功 他们在那搞那种游行 就跟香港一样了 但在慕尼黑他的市场比较小一点 因为他是争取那些德国人 其实我们不是特别管那些的 所以说他主要是发一些资料 就是发一些关于他的那些气功啊 或者是他的那些所谓的什么东方智慧啊 或者啥 然后德国人其实挺好奇的 那是什么 对吧 我已经跟你讲过这些 然后呢 他会放一些图片 就是他会给德国人看 这个中国政府怎么对待这些法轮功的人 就是各种虐待的图片呢 各种杀人的图片呢 特别惨的那种 然后呢 我看到我的这些德国同胞 他们从那经过 看到那些气功的那些东西 都还是笑着啊 好玩对吧 亚洲好玩 很可爱 然后看到那些图片 就是一幅炯的那种表情 就不知道那个是 法轮功他们在那夸张 还是是真的 然后就觉得 亚洲太乱了 就是 共产党会把自己说成 好像完美的 然后法轮功会把他们说成 万恶的 然后作为一个德国公民 你都完全不知道 谁是对的 谁是错的 你想 不管了 就这样 我个人觉得哈 从这个政治含义 我觉得法轮功应该有存在的权利 对吧 无论在中国还是其他的地方 你玩你的气功 然后你玩你的 你的所谓的这些宗教信仰这些想法 你应该有存在的权利 这个我个人觉得 但是呢 你的这些论调 就是你这么说话 我个人哈 我很难支持你的 因为我还是希望 就是我可能比较天真 或者比较幼稚一点 或者啥 我还是比较希望 这个共产党 它可以有一些改变 它可以陪着这些 中国百姓走向民族 而不是说 我们在外面喊 它必须得倒 然后它变成了越来越毛左 然后中国彻底没救了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DoubleKILL